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对中国所有的商品征税 中共外交部的发言人认为 川普不够严肃认真 隔天川普和习近平通了电话 整个中共就像是要过大年 一片欢乐的气氛 也难怪 这可能是川普和习近平半年多以来的第一通电话 关于这次通话 美国方面公开的消息不多 白宫甚至罕见的没有发表正式声明 只是转载了一下川普的推文 而中共方面 则由新华社非常郑重的发布了文稿 显而易见的是 双方发表的消息很不对称 这在某种程度上 也反映了双方对这次电话交流重视程度的不同 川普在推文中说 刚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进行了长时间的良好通话 他与习近平讨论了很多的主题 但重点是贸易 这些讨论将在阿根廷的G20峰会上继续 将安排会议良好的跟进 应该说 川普的这个推文并没有透露什么实质性的信息 在中共官方公布的通话中 习近平说 中美双方在经贸领域出现一些分歧 两国相关产业和全球贸易都受到不利影响 这是中方不愿看到的 中国即将举办首届国际进口博览会 这显示了中方增加进口 扩大开放的积极意愿 在这个通话中 习近平明显的淡化了 美国对中共主动采取的关税惩罚措施 而是说双方出现了一些分歧 而且他还表态 中方愿意增加进口 扩大开放 这当然有取悦于美国的意思 只是美国关注的要点是开放 而不是由中共控制下的商品进口 值得注意的是 习近平首次正面承认 中美贸易战给相关产业和贸易 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其实这一点 在前天召开的中共政治局的会议上 就已经有所表示 在这个会议上 习近平首次承认 贸易战让中国的经济受到了重创 众所周知 受中美贸易战的影响 中国的经济形势持续的变坏 就是官方公布的数字 也已经掩饰不住 中国的经济早已面临严重的危机 习近平在31日 亲自主持的中共政治局的会议 讨论应对之法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 中共政治局的会议称 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 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 部分企业经营困难较多 长期积累的风险隐患 有所保留 从以上严厉的措辞当中可以看出 中共高层已经明显的意识到了 当前经济形势的严峻程度 并在继7月底会议首次提出六文以来 再次强调六文 也就是所谓的稳就业 稳金融 稳外贸 稳外资 稳投资 稳预期工作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中共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 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 这说明中共高层终于意识到了 中美贸易战只是一个表象 贸易战的背后意味着 美国的对华政策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甚至整个西方社会的对华政策 都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这种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 对于中共来说 无疑包含着极大的危险 尽管新华社的报道对此介绍的不多 通关这次会议的报道 我们可以清楚的感受到 中共已经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 高层可能已经意识到了 他们正面临着严重的统治危机 外界普遍认为 这一次的政治局会议 是中共当局在感受到了贸易战 带来的巨大压力之下召开的 不少人甚至认为 中共这次会议释放出了一些 非常悲观的信号 此外 王岐山 李克强 栗战书 也在不同的场合表态 愿意和美国合作 这一连串的中共高层的动作和表态 已经反映出贸易战的后果开始显现 而且中共高层已经充分意识到了 它的危险所在 在这个基础之上 中共高层似乎已经达成了某种共识 中共急于和美国达成协议 以其尽早的结束这场贸易战 极有可能 恰恰是这次中共政治局的会议释放的消息 让川普认为 习近平可能有些撑不下去了 这才同意给习近平打电话 奉劝习近平 川普答应接受谈判 对于中共来说 可能就像是在危难之中 抓到了一根救命的稻草 在这次通话中 习近平提出 两国经济团队要加强接触 就双方关切的问题开展磋商 推动中美经贸问题 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从川普和习近平都提到 要经济团队开展磋商 对此外界认为 这意味着习近平在中美贸易问题上 做出了妥协 因为在中美贸易摩擦之初 美国就已经把谈判和协议清单 传递给了中方 美国多次公开表态 在中国没有对美国的要求 拿出一个正式的方案之前 美国不会接受中共的谈判要求 在11月1日 川普与习近平的电话沟通中 川普明确表示 希望在11月底阿根廷举行的G20峰会上 与中国就贸易问题达成协议 来自彭博社的消息显示 川普已经要求高官让他们的工作人员 起草一份相关的协议 此外 中共的外交部发言人指出 两国领导人确实谈到了当前中美经贸关系中 存在的问题 两国领导人都同意 应责成双方的经济团队就彼此关切的问题 展开实质性的磋商 中共的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 3日在上海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称 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合作共赢 中方愿意通过平等诚信 相互尊重的磋商与美国解决分歧 这说明中美双方可能很快就会展开新的一轮正式的谈判 中美贸易战开打半年多来 中共一直处在被动的状态 从最初的强硬反击到后来的消极应对 中共的底气是越来越弱了 不过在关键性的问题上 中共到底能够做出多大的妥协 依然还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 我们都还记得 10月29日 川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表示 他认为美中将达成一个很好的协议 但如果谈不拢 他将对价值267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川普还表示 愿意马上就签署协议 但是中国并没有准备好 彭博通讯说 引述美国官员透露的消息报道说 如果下月两国元首在安康廷会面时 仍不能消除贸易矛盾 美方计划最快在12月初宣布对所有剩余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也就是说 按照美国的说法 11月底是中共和美国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 可以想象 如果贸易战再次升级 中美之间的关系就更加难以缓和 那对中国的经济的冲击将难以估量 中共对此一定心怀忐忑 从习近平个人的角度来看 G20峰会这将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如果中美一直无法进行谈判 无法达成协议 等来到峰会上 由习近平亲自出面进行谈判 那无疑会让习近平彻底的献出原形 习近平当面向川普低头 那习近平肯定将会颜面不存 反过来 如果习近平当面拒绝川普的要求 习近平必将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责任 而因为畏惧和川普见面 而拒不出席G20峰会 那习近平将会微信扫地 总之 安根廷这个峰会 对习近平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陷阱 对习近平来说 唯一的机会就是 假如能在川普会面之前 达成一个协议 他或许就可以逃过这一劫 只是川普的团队可并不容易欺骗 川普在昨天 也就是11月2日表示 美中双方正在进行 很好的会谈 已经接近形成某种形式的协议 川普说 他们非常希望达成协议 要知道 自从我们打起这场前哨战 中国的经济一路下滑 川普还说 我可以这样说 我们能够给这个国家 带来一个好的协议 也会给他们带来一个适当的协议 如果我们能够有史以来首次 让中国敞开大门 公平行事 这早就该由其他总统做 却没有做到的事情 我愿意去做 要注意 川普是想让中国敞开大门 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说法 实际上 以往 中共的所谓开放 最多只是打开了一个门缝 即便是在经济领域 也受到了中共政府的严密控制 和真正的自由贸易 还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 如果真的像川普说的那样 习近平完全接受了美国政府 此前提出的要求 敞开大门 实现真正的自由贸易 那不仅对美国是一个好的协议 那对中国的百姓 更是一个好的协议 但是很可能 川普过于自信 过于乐观了 甚至有美国的专家认为 川普可能被误导了 他认为习近平将会让步 更大的问题是 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会长期的存在 就算是习近平眼下做出承诺 这样的协议 怕是也很难真正落实 但是很可能 眼下的白宫和中南海 都迫切需要一个 可能达成协议的姿态 给大家看 事实上 美国在得知了 川普提供的消息后 股票等等迅速的飞升 中国这边就更加夸张 新华社公布了 习近平和川普通话的消息后 股市飘红 人民币的汇率也大幅上扬 原本格外压抑的空气 几乎一扫而空 北京大有要提前过年的感觉 中国各界对贸易战的担心程度 大概超出了中共高层的预料 不知道这个现象 是否会动摇中共高层 在贸易战的问题上的强硬态度 当然情况并不完全像中共想象的那样乐观 局面更不像中共刻意在国内宣传的那样轻松 在川普和习近平同化的同时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 中国应该在贸易相关的事情上 与普通国家一样遵循国际上的规则 并对中国发出了警告 在贸易战的问题上 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卿也投入其中 这是一件十分罕见的事情 此外 在川普放下电话仅仅数小时之后 美国的司法部宣布 设立中国计划 专门打击中国 针对美国的经济贸易间谍活动 据BBC的一篇报道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的包道格认为 对于华盛顿来说 这些不是矛盾的信息 而是互补的信息 白宫到司法部在今日的表态 代表美国在知识产权问题上立场趋于强硬 两种表态都是要通过关税和诉讼 来对中国施加压力 迫使中国改变一贯的行为作风 也就是说 尽管川普给习近平通了电话 但美国对中共的基本政策并没有发生改变 在重要的问题上 美国绝对不会做出让步 这次川普和习近平通电话 外界认为 这可能还有美国国内的政治因素 11月6日 美国将如期举行中期选举 为了确保共和党 在议会中的优势地位 川普当然不希望中共此时节外胜之 在得知中共召开政治局会议 研究目前的经济形势 而且感觉如此悲观之后 很可能让川普感觉 这是一个可以趁虚而入的机会 中美可能达成协议的消息 无疑是一个短期利好的信号 这个消息确实在美国各方面都引起了积极的反应 迅速提振的行情 股市反弹强烈 不排除川普和习近平通话这个举动 有很大的功利性 主要就是为了美国的国内政治 假如真是这样 美国中期选举之后 中美之间的博弈会重新开始 对于习近平和中共来说 他们也未必没有国内政治的考虑 尽管中共一党独裁 并不在乎民意 但是经济低迷 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如此悲观 也确实不利于中共的统治 中共也确实需要一个好消息 来提振一下经济的景气 川普既然同意通电话 习近平当然要借泼下驴 无论今后是否能够达成协议 至少在眼下能够通话 对两人都是一个好消息 在这个问题上 川普和习近平配合的非常默契 他们共同上演了这出 瞒天过海的大戏 共同营造了一个美好的气氛 至于真相到底如何 怕是只有他们自己才会明白 好 关于这个话题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小民之心谢谢各位 再见 小民之心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